众谋现在在哪里啊 伯母 李总出差了 今天从瑞士飞回北京 人现在应该在飞机上 梁瑞强的项目已经启动了 他不知道吗 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情更重要的 听说那天会议上 梁氏已经向向氏表示了好感 这种关键时刻 他还在国外瞎晃悠什么 我知道 您放心 我会转告李总 你们在他身边 要多帮他出谋划策才是 有什么情况 及时向我汇报 别让我追着问东问西的 是 我没问 就这样吧 让他下了飞机 立刻来见我 毕姐 吴小姐来了 李伯母好 你来干什么 出去 李伯母 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我们之间的误会就是我没有彻底断了你的探视权 让你这样的女人有机会出现在我儿子和孙子的生活当中 李伯母 闭嘴 闭嘴 你没有资格叫我李伯母 妈妈 你来了 童童 这是什么呀 这是玩具小火车呀 喜欢吗 太好了 太好了 这是向叔叔送给我的妈 一口一个向叔叔叫的挺亲切的 向叔叔那么好 性向去好了 我的想火车 我的想火车 童童 童童不哭啊 乖 立伯母 说句不该说的话 童童童本来就是姓向的 你说什么 我知道您不喜欢我 我毫无怨言 可是您不应该迁怒于童童 她才四岁 而且她是您的亲孙子 你还知道为童童想 你要是真为她想 你就应该知道简点一点 不要因为你这个妈妈让童童蒙秋 立伯母 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别以为众谋被你迷惑了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告诉你 这个家只要有我在 就不允许你这个狐狸精在这兴风作浪 立伯母 我希望您说话能够尊重人 我是童童的妈妈 我只知道我有做母亲的责任 我哪里有什么本事 在这个家里兴风作浪 你是在跟我顶嘴吗 我 好 我问你 你摇摆在众谋和向郡之间 是何居心 你是不是联手向郡 迫害众谋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我为什么要跟向郡联手迫害众谋呢 因为众谋当年抛弃了你 让你和儿子受了几年的罪 所以你一方面假惺惺的和众谋在一起 另一方面 你知道姓向的也有钱 所以你脚踏两只船 你想谋害我儿子 居然 居然还敢出现在我的面前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我爱丽舟谋 我不希望他活在痛苦之中 我想促成他们兄弟相认 向郡也想和舟谋化解之前的误会和仇恨 而且 而且这件事情促成了 那你和向伯父不是又希望和好吗 我和向郡的事情瞒不到你插嘴 你这个狐狸鸡 你给我滚 给我滚出去 李伯母 你不要激动我 你这个狐狸鸡 你走 你别生气 你跟我别这样 李伯母 你走 伯母 伯母你怎么样啊 伯母 快来人哪 李伯母 李姐 李伯母 李姐 太太 你怎么样啊李姐 李姐 你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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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保护 太太 慢点 吴小姐 是不是你就是我们婚人的 李姐 李姐 你不要这样啊 李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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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炬 李宗 李实 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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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都会好起来的 医生 怎么样啊 你是病人家属吗 那你们谁是病人家属啊 我是 请问我母亲现在情况怎么样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这次有中风的迹象 你们一定要让老人好好休养 不要动气 如果再有一次这种情况的话 对她的身体极其不利啊 我明白了 谢谢医生 好 不用谢 你们先忙去吧 是 厉总 妈 你醒了 我这是在哪里啊 你刚刚在家里昏倒了 不过不用担心 医生说并没有大碍 好好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那个女人呢 你知不知道 那个女人她是来害你的 妈 你刚刚醒过来 情绪不要太激动 先不要想这么多了 好好休息一下 你还这么袒护她 你知不知道 她跟相军的关系不一般 这个女人不简单 她就是来害我们立家 家破人亡的 这里面应该是有什么误会吧 误会 我看你是不肯面对现实 你已经被她完全的迷惑住了 就算我再怎么说 你也是不肯相信我 好 你就等着让 让她活活的把我气死吧 妈 何必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呢 妈 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好吗 现在什么都不要想 对你为什么要当你难找得了 exemple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好吗 我还是会给你一件事 你为什么开心 你为什么要亮